着西乡争取推动古丰村轮天一路干布农部落环境教育场域 早在2021年就获得审核认证通过 但与疫情影响整整顺延到今天才正式接牌 而乡长吕碧贤表示 这是花莲县内七个环教场域中 唯一个布农族山林文化为主的环教场域 因此非常欢迎大众一起来认识 并了解布农族传统文化 乡长吕碧贤 玉管处南安占主任 领管处花莲玉理工作占主任 以及现议员高小成 相待会政部主席金淑敏 李贵英 还有部落事务组长等 一同欢唱布农族拍首歌 来分享祝福 因为等了一年多 终于可以借由正式接牌的一入感环境教育场域来推广布农族山林文化 每一个人都万分激动与欢喜 为在卓西湘古风村轮天部落的一入感布农部落园区 早在2021年就获得审核认证通过取得环境教育场域的资格 但是碍于疫情的影响 相公所原本在今年3月就要进行接牌的 最后等到现在疫情趋缓些才办理 也因此接牌典礼现场是吸引各级长官以及部落族人共享盛举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学校各单位能够善用这样的一个资源 来这里三天两夜也好 半天也好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学习我们的有关我们远住民的八部合影 甚至于我们的这个狩猎文化 还有我们的支部文化 更重要的就是要让他们学习我们远住民固民族是怎么样来 用旗之山林 用之山林这样的一个这个好好的做好勇气经营 互联县目前总共有7个省任的环境教育场域 但唯独一路赶布农部落园区是以布农族传统山林文化为主 同时纳入瓦拉米加兴传统聚落家务的文化场域 香港吕碧贤强调除了软体也将逐年编列预算经费 来强化环交场域内的奢侈设备 借此带动部落文化产业 又让更多人认识布农族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